選股問盤 主持 林淑敏 主持 林淑敏 有問有答 這個時候我們先解答聽眾的電話問題 電話旁邊有何先生在 何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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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先生 380元我270元買的 我又怕你回哪個位置走呢 270元買就應該是上一圈 我們大時代下來那一刻 既然你坐著也都熬過了最差的狀況 當然我們大家期望住市 是可以暢旺多一陣 380元或者一些叫大籍籃籌股可以上回去 但如果你說現時380元的上升速度 其實你說上270元 當然你現在看上去還差不多 差不多40元 有沒有機會上得回去呢 我想你大概上到280元左右都有機的 因為其實你看到 港交所這段期間可以追回恆子上來的幅度 那個速度是很快 7月左右起步的 都是大概200元 現在都上到230元了 但是這一段差不多用一個月時間 那個市這段期間是暢旺的 跟上來 但是如果那個市可以繼續爆的話 我想280元 接下來是有機會碰到 但是你說最少你上到280元 你看市場 是不是這麼暢旺 這麼強勁的成交 你唯有再等等 如果你說真的持續過千億 或者好像我們來多次 大逆時代2.0 當然我們都很開心 這樣的話 你當然有機會賺著錢 但我想暫時你看著280元 我覺得都會比較 中線一點點看著這些位置 都可以 當然了 現階段你最差的時候 已經過了 你這段期間 希望就可以慢慢收復你的失地 另外我們再聽一下陳先生的電話 陳先生你好 兩位支持你好 你好 想問誰的股 212百我還沒買的 可不可以入呢 中國聯索 是的 中國聯索我也很喜歡的 其實你看到這個股份 之前就叫做業績可以一直都交到供貨 如果你說暫時它在中期方面 沒有營起這個報告出來的話 上年方面 全年它大概是賺18%的 安全的 你說跟著內地方面一些 因為它做交管 其實很多地方都用到 你說它接下來的業績 就在8月21日出 之前沒有出營起 沒有出營景 但這幾天其實都跟著 跟市貝視落去的話 你可以大概 撐著上次的一些低位 大概去到5.25這些位置 看有沒有機會碰到 如果你說都下不了 我覺得5.4這些位置 都可以少住上車 因為市開始炒著落後股 它大概7.5倍PE 其實今天都開始炒著一些 叫建築類水泥股份 既然肯炒的話 你大概5.4這些位置上車 暫時我覺得你可以看回 接近在5.850天線做目標位 但是當然了 你這些位置上車 萬一你說知打穿5元 就唯有指示它 好 那我們就立刻 爭取時間解答一下 聽眾的Facebook Live的問題 大家直接在我們這個video裡面 問問題就可以了 當然不要忘記另一個動作 就是like and share 當然我們會盡量解答 但是如果解答不及的話 一會兒5點鐘 大家是不是很想猜 那個展影是誰 5點鐘那個展影 真身就會出現在大家眼前 應該不是歌星 都不是 我可以給大家一個答案 不是Jason 大家猜一下是誰 Jason 我們解答一下 剛才問一下Janet Chan 她立刻就跟進了一個問題 她問你港交所可不可以上回250元 我剛才說過有機會就上回250 當然了 為什麼有機會 因為大家看著成交 我都很想她上回250 因為上回250 最少有個市 保持著1000億成交 但是這段期間 我想要到8月中左右 大家要再重檢一次 為什麼 因為8月中 騰訊出業職 市會不會就這樣逆轉回來呢 或是去一些高位玩完呢 大家未知 但是最少去到業績前 大家騰訊那個波動 其實都比較大 吸引到一些資金 在輪籠在炒 我想現時來講 去到8月中 當然你說8月中 沒有這麼快去到250 但是最少市場 如果保持著暢旺的話 其實最少我覺得 港交所 或者整體的氣氛都有幫助 所以去到8月中 再次檢視 我想這段期間 她都會繼續慢慢走 你說204左右 有機會才能上去的 但是去到2.5 要看看到8月中 市場玩完了沒有 如果還未玩完的話 2.5我覺得 還有機會 因為始終我們之前 大時代都300元 賺下來 已經不足了百多元 現在來講 收復一半而已 不是說沒有力量的 沒錯 今天曾經上過230元 樓上的 收市是229.8元 升了接近百分之一 另外 就回答一下 阿Ling 她問799 有iggg幾錢可以入 嘩這隻都是最 比較熱的 大家想炒的股份 但是我發現近來 iggg好像不是太完炒 大家都比較冷卻了少少 就算你說內地資金 炒它 她的幅度都小了 今天的市場都肯搓的 但是她今天全天的波幅 只有大概四毫子 是 難搞少少 如果是這樣的話 沒有波幅 我們等她有大些波幅先 如果你說吸收的話 50天線 因為幾次 之前完全50天線 在6月開始 試了1 2 3 4 5 6 差不多7次機會 50天線買到的 現在來說 50天線12.3 你不如撐它便宜一點 差不多一塊錢買 我覺得直撥率更高 因為現時來說 你說上了車 你都是看14元 幅度不算太高 寧願就是 她腿深一點 落到12.3元 這位置上車 隨時有1元左右 給你吃糊的 很多人就問 現在可不可以買 入某些房子 其中一隻 就是高位電子 是Fanny Troy的問題 她問你 現在可不可以入 高位電子 就之前出了一個型起之後 就慢慢砌上去 現時來說 因為高位電子很有趣 就是看著iPhone方面 最新的消息來炒 今天來說 市場突然之間的反應 就好像對iPhone 很快9月推出 所以令到 就算你說夾晚 蘋果的業績都OK 所以令到 今天大家願意炒 我想可以追的 大概3.3元 你短炒上車 為什麼做短炒 因為這隻股份 幅度很高 也都是 你說炒下去 我自己都覺得 隨時都被你震走 但是你說震走的話 始終這個股份 之前發了一個型起 大家都有一定 安樂的 握下去的話 暫時目標看著3.7元 如果你說止蝕 你看著 上一次低位 下到3.06元 就開始有個反彈上來 這個位置很厲害了 如果你穿3元 就一定要減一減榜 所以你說 這個股份可以做短炒 但是幅度 我剛才說了 就真的上下差不多 上面多一點 所以你說 直播空間有 但是就不算說 相當吸引 我覺得 始終市場 你說炒起iPhone 可以炒大概3.3元 才上車 都不像 沒錯 另外 原本我想一起 看一隻8.57 不過回頭 因為剛剛看到的訊息 就是Henry Lee 他說一吐氣 為什麼呢 他說今早沽了一隻3993 就是駱陽木劫 昨天就跟隨著 即近期跟隨著 黑色期貨 上上下下下 那他呢 估那個價格 4.25元 嗯 明天開始追進 又對不對呢 Jason 4.25元 當然這隻股份 我真的有外有痕 因為我差不多 你跟他那種 就是愛恨交纏 那種心態 是啊 真的以為自己有超能力 因為估完股份 特別厲害 因為這隻股份 差不多2.5元 開始炒 炒到現在黑 那當然沒有貨了 因為這隻股份 已經出入了很多次 但是當然是難炒的 因為始終這個股份 已經去到高位 大家持貨能力 真的不會太強 還有今早的市 曾經 一刻就是曾經倒跌過 大家那一刻都震走了 那一刻 我相信這位朋友 都是今早那一刻 那個市倒跌 其始倒跌的那一刻 走了的 但是奈何了 衝回去 明天可以再報仇 明天可以再報仇 那三個 我想四元以下 你才報仇 都不像 因為其實你星期一 都是十天線 這位置抽上去 不要急 去回十天線 才報仇 我覺得你會報仇 成功多些 好 留意一下那個位置 另外我們真的要看 八五七了 我們的粉絲 他就說 他五元零兩先 就買入了八五七 出了營起 外圍有 就是四十九元左右 股價還未亢奮 我又不太認同 因為他都升了 一兩天 不是很多 那相信 再下跌 有限的 那另外一位 就是Harlene Now 我相信他沒有貨 他同樣都問到八五七 他問你什麼位置入 好 五元買入 八五七 剛才之前 那跟Wai Ching Lao 五元零兩 五元零兩 那個價格差不多 是呀 之前都提過 如果八五七 真的少住 少住買下去 其實我也覺得應該可以少住 真的未開車 但是開車 看起來可以是很厲害的 但是暫時 既然他正在拍案 不過他慢著 在什麼 踩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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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沒有用的 拉著手就是踩油 拉著手就是踩油 發生什麼事 不停地轉 五元這個位置不停地轉 不動的 但是我覺得就是少住 你打算買一萬股 你可以先買幾千股 不要這麼大拖 因為市場有這麼多東西炒 你炒到八五七 你真的頭都行 兩萬一是這個位置 兩萬七都是這個位置 但是不可以說放過去 只是那些小拙買 一爆上去那一刻 你一定會知道 知道那一刻 你一定要跟 因為其實你現時來說 要等 因為始終你說內地 逐個行業來救的 之前來講救電 救了幾年 那開始 政策轉變了 開始救煤 煤救完之後 又救了鋼 那其實整個國企 一直救下去 八五七 我這樣就知道 死了死不了的 現在還沒開車 等待 買著小小椅子 等他 開車那一刻 你突破五個一 到時再追都不遲 好 我知道都差不多時間 不過很快地幫我們 搭一下東光環保 那就是Johnny Chan的問題 那他十三個三馬入 問你要不要止蝕 十三個三馬入 的話就要想想 因為其實那個位置 一直是向下失手 但是最少他發了 營起 但是營起比較少 大概是賺兩至四成左右 但是那個圖 一直是下失 那個圖很噁心 那你說十三個幾馬入 我想你現階段 最少你壓住了 接近有差不多兩塊這些位置 位置上比較難看少少 如果今天也是失手11塊的話 我覺得你可能明天 如果你落到10塊5號 可能你只顧著 你也要先減一半貨 因為那個位置 其實一直向下 未見到大約位置 好 時間關係 謝謝Jason 嗯